外星文 靈異鬼魅 陰謠奇幻 急急驅 陸陸 字幕提供 陸陸 歡迎大家收聽 禁區666 沒錯 又回到新一集的禁區666 近來主持們大家都忙 要用遙距錄音 沒辦法 主持人都忙過吐白譜 I will be back 見牛少也忙到 剛才遙距錄音的時候 見他拿著飯吃 飯都沒吃 今天有哪幾位在這裡 阿靠 周秀王 繼續有我們三個在這裡 上一集都是講靈異故事 都市傳說之類 今天回來我們就繼續講這個範疇 即是說一些靈異恐怖的事 不過今天我們就將這個題目再收集一點 不過其實收集完之後也是很寬的 因為主要就是講一些來自外國的都市傳說 上一集都什麼地方都有 不過今天想試一下西洋口味一點 所以就集中了都是一些外國的傳說或者故事 有時看東洋口味的都想看西洋口味 這樣也是 有時吃多中餐 吃多日本菜都想吃西餐 你當然在說這件事 沒錯 很明顯 難道是說放開這什麼什麼就上下什麼盒嗎 不是老司機上車了 上下什麼盒 什麼盒也有 不過正式講今天的節目內容之前 先做一下宣傳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要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加入我的Facebook群組 另外我的YouTube頻道裡面 還有其他節目可以給大家聽 所以只聽禁區666的朋友 也可以嘗試去聽其他節目 即是有科技節目、清談節目、動漫節目 還有一些不定時的節目 大家可以再聽其他節目 回來講今天的主題 首先講兩個可以說是典型的一些外國靈異故事 或者都市傳說 這兩個故事 都是來自一些典型會有靈異事件 或者都市傳說的一些地方 首先 第一個就是一個湖的故事 就是這個斯托湖女鬼 這個斯托湖在哪裡呢? 就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三藩市 而且這個都市傳說 看回不少資料都說 在那個地方都是 傳了藥乾多久的時間 甚至乎隨時 可能大謊說都市傳說 都市傳說都差不多一百年 其實這個傳說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說 在很久很久之前 曾經有一個女性 就是有一個女性 在斯托湖附近散步 散步的時候 也推了一輛BB車 帶了一個小朋友 一起去這個湖 在湖旁邊散步 那些公園位置 真是散步的 非常好的地方 覺得有點累 就先找一張椅子坐下 但是之後 有另一個女性 經過後 也坐在那張椅子上 就跟她聊天 其實外國人應該就更加容易 經過 見你也是有小朋友 可能自己有空 有時候就坐下聊天 我想這件事應該 華人文化會比較少 大家覺得 大家都會不會 同性的在一起 就是這兩個女性也是在一起 聊天 其實字幕後 這一面 那一陣 arguments 出了幾倍問題 那一陣陣子 便嵌慢滑走 而滑走 待後 其實便要滑滑到斑 這陣子 兩個女性 lair在划謀 當時 就不會看到 那本房子 最後 之後 因為柄洞了 還滑溜到斑 跟另一個女性聊天後 才發現這個嬰兒車輪離開了 所以就立刻下去找 想找回小朋友 掉了壺 但就說他怎樣找都找不到 亦都說他不斷在周圍走 因為他說這個壺應該不是大家想到好像非常旺的公園 你不要當作是香港公園 九龍公園那種 很多路人 很多途人經過 所以相關應該是寧靜一點 所以他就到處找 到處跑 到處下水等 他就不斷在問其他人 Have you seen my baby? 你有沒有見到我的嬰兒? 不斷在周圍地問 由早到晚都不斷在周圍問人有沒有見過他的嬰兒 到夜晚了 入夜了 可能一些可以找的地方都找了 到最後他就走到壺裡 進了壺裡想找他的嬰兒 而到最後 他亦都不見了 這個就是這個傳說可以說他背後的故事 所以就令到這個壺 往後就有斯托湖女鬼的傳說 而往後到底是怎樣呢? 就有很多其他傳聞或傳說 例如有一種傳說 如果晚上 經過斯托湖這個地方 就說這一個女性就會在壺裡出現 然後在壺裡走上陸地 甚至有說法就說 他會一下子把那些人拔到壺裡 就要浸死那些路過的人 還有另一種說法 更恐怖一點 有一種說法就說 他不單止會出現 然後就在壺裡走上來 有一種說法就說 他還會上來 就去找一些人去問 Have you seen my baby? 你有沒有見過我的嬰兒? 當然其實在這個傳說下 差不多都是你搭又是嬰兒 不搭又是嬰兒的那一隻 甚至乎有一種說法 如果有些人駕車經過那個地方 都很容易駕車會無緣無故失控 很容易會失控 甚至乎會被炒了下去之類 都是一些很典型的靈異故事會講的套路 但是有些人甚至乎是可以主動令這個靈體出現 有一種傳聞就說 如果你晚上去那個地方說 White lady White lady I have your baby 這句說話 譯回中文就是 白色的女士 白色的女士 我知道你的嬰兒在哪裡 如果你把這句說話說三次 這個叫White lady 即是斯托湖女鬼 就會在湖的現身 然後就會馬上問你 你是不是知道我的嬰兒在哪裡 當然這就更加恐怖 如果你回答Yes 其實你是沒有什麼可以回答到她 但你回答No 即是你困她 不用說 都知道傳說計劃 會馬上把你拔進湖裡 這就是斯托湖女鬼的傳說 因為這個傳說 其實有很多翻譯版本 也有些外國網站也會放在這裡 但見過那些外國網站 有些人在下面會放在下面 有些下面會放在下面的留言 給別人留言說一下 然後我看到那些留言 當然有些人會說 喂 你這些說謊 bullshit 有人會這樣說 但有些人會出來說 其實這件事 真的挺真實的 除了他們可能有聽過這件事之外 也有些人會說 以前在那裡住 就說真的有鄰居 好像因為這件事而出了事 當然這些也不知道會不會 首先你不知道 說真話還是說假話 但也有個可能 其實有些地區的都市傳說 有時候會扣連到一些意外 當然你再說下去 有沒有可能那些其實不是意外 就真的是靈異事件 這個也沒有人知道 也看到有些人會在留言說 就說 不是 真的曾經有過經歷 跟男朋友駕車經過那一趟 但突然之間 車真的好像有些問題 有些失控 也有些人會這樣留言說 所以這件事 對那個地方的人來說 都是一個 多少人會想是真的不是 這樣的一個都市傳說 大概是這樣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還有另一個都市傳說 那個架構 我稱之為 或者那個架構 都是幾類近的 這個就是所謂 黑暗之橋 簡單一點 譯名就會叫做黑橋 也有些會叫做黑橋的鬼神糧 這個靈異的都市傳說 就是發生在 美國賓夕凡尼亞州 那裏 就說 這一個 簡稱 我不簡稱 因為我看的那份資料 是完全寫簡稱的 但我跟著出來讀 就整件事不太好 所以我特意拆回去 就是要說是賓夕凡尼亞州 OK 然後靠哥幫我縮短 總之說 在賓夕凡尼亞州 其中一個市場 相傳發生過一個慘劇 就說 有一個新娘 她在結婚那天 就被新郎拋棄了 說那個結婚禮堂 就得到她自己出現 就不見了新郎 然後就說 這個新娘 就是非常傷心 所以就去了其中一座的橋 在那座橋 她用繩綁住了橋邊 然後另一邊綁住自己的頸 然後就跳下去 自殺死了 就說她死之前 甚至也發出一個 很恐怖的尖叫聲 因為相傳曾經有這件事 所以就說這座橋 往後很多人經過 都會聽到一些很恐怖的尖叫聲 這座橋 之後就被人叫做黑橋 而說那個黑橋 其實說現在 就已經不再在這裏了 即是說這座橋已經被拆掉了 也有些人就不知道 說法會覺得 可能這座橋會不會是因為 有機會真的太多一些靈異事件 導致會被拆掉了 因為那些靈異傳聞其實都很恐怖 但是這座橋現在有很多人 仍然會找到一張照片出來 但是再查回資料說 其實那張照片 就已經不是這座橋 而是一座跟它一模一樣的橋 即是叫做姐妹橋 即是你只能同一個模特兒的橋 在那個地方 可能是A這個地位 和B的地方 各自買了這東西回去 裝在那裡 很多人現在拍照 拍出來的就是 跟原本黑橋的位置 那座橋是同一個的樣子 所以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就不是真的黑橋 甚至有些人拍一張照片 現在那個地方 就是一條普通公路 就是沒有座橋在上面 不知道是關不關傳聞事 到底那些傳聞上面 有些什麼恐怖的事呢? 有些傳聞就說 在那個地方的居民 就說他們晚上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聽到 在那座橋的附近 就是會傳出一些很恐怖的女人的哭音聲 甚至有些人就說 會看到一個穿著婚紗的女孩 在那座橋的附近 周圍走來走去 當然也有些傳聞就傳得更恐怖 就說有些很大膽的人 就為了要見一下奴山真面目 就晚上走去那座橋的那裡探險 結果就說第二天回家之後 就說他想跳自殺 也有些人就說 好像有些傳聞就更加說 有些人去那裡探險 去那裡靈探 就被人突然推了到橋 踏死 這些當然都是 在一個傳聞之上 再額外更多的傳聞 因為這些 看回資料 就不多會說實在哪一年 哪一月 所以這類好的時候 都是傳聞上的傳聞 我會稱之為 但是如果說回後世 繼續會有傳聞 如何延續下去 就說現在就算在那個位置 我看回資料也說 還是有不少一些 叫做召喚到鬼身糧出來的方法 這件事情 我記中外國就是特別多 華人社區那種靈異文化 就算哪個地方 可能較多靈異事件 但是那種所謂 要召喚靈體出來的方法 其實都是普遍用同一套的方法 或者同一種的技術 我用這個字眼 但是外國那邊 這類傳說就很流行 會有一些 那個地方很獨特的 一種叫做召喚靈體的方式 而這個黑橋 到底這些人 相傳是會有什麼 的召喚方式呢 有一種就說 當駕車經過那邊的時候 就找一條鎖匙 放在車頂上 然後就可以在車的倒後鏡面 看到鬼身糧 當然這個 因為他沒有講得很仔細 我看來就是 那你是拿一條普通的鎖匙 即是你拿家裡的門匙 信箱鎖匙放在上面 還是要拔車的鎖匙 到後鏡面看到鬼身糧 還是說是 可能差不多到的時候 即是鎖匙慢一點 然後拿其他鎖匙放上去 這個就 他沒有講清楚了 當然這個其實也很恐怖 很多典型的靈異故事 都說到後鏡面看到東西 現在就是那些 你放一條車駛在車頂 你就在到後鏡面看到鬼身糧 而第二個的所謂召喚方法 其實嚴格來說 就是那些人 不是很想召喚的方法 是有人想避免會看到鬼身糧的方法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就說 有一個傳聞 就是會警告一些人 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就說 那隻腳 記得不要踩著車底 就是不要踩著地板位置 應該這麼說 因為正常兩隻腳 都是會踩著地板的 腳底 就叫做要隔一隔一隔一隻腳 就像茶餐廳 或者拖地那些 你隔一隔一隔一隻腳 或者是你的腳 或者是你的腳要隔起 腳要像人家的拉筋一樣 拉起一點點 為什麼就說 到這個位置 不要讓你的腳要踩著車的地板呢 就因為說 只要車內有人 對腳踩著地板 那個鬼身糧 就會撕破車底 然後一下子把你拔出去 我想起 這個的戰鬥力 這個的戰鬥力真的很高 這個真的 你的車底其實真的是鐵 不是木 這隻木 這隻是木 那隻是公路 不會掉到橋上 其實那時候 你可能是在談橋頂 還是橋底的 但是他意思是 你拔完後 就像是黑暗的空間 拔了你下去 如果有人試過 車被人這樣撕開 我猜是真的會有想留在 因為真的 很高難度的 撕開車底 當然也有些很疑問 會不會是 那一刻你見到畫像是撕開 但你經過了那個地方 車完全沒有問題 那些靈異故事都是這樣說 總之說有這個就是傳說的 當夜那些人就討論 那駕駛車過 那為什麼呢 那你無論是踩brake 還是踩油門 都說要什麼 那當然嚴格說 油門和brake 就不算是地板 就是升高了 那這個就 叫做召喚方法 其中一個 但是第三個 就簡單而恐怖了 就說 你把車在那個地方關掉時 停在那裡 按照他這樣說 現在講明關掉時 應該第一個就是 你把車時放在頂上 就是拿一些 不是你的車的車時 就是拿一些 叫做你家的鎖匙 放在上面的那類 那現在第三個 召喚靈體的方法 它就是 在這個地方 關掉時 拍車 然後響三下按 這個鬼新娘就會出現 在你前面經過 但是就說 他經過的同時 會一直尖叫 就是很哀怨的尖叫 那種 所以這就是 黑喬鬼新娘的一些相關傳聞 當然 再查一些資料 這些資料 也有一些傳聞上的傳聞 例如曾經有些人說 去試過這些方法 第二個就好像是 普遍那些人 就是全部不敢試的 因為這個傳說之下 第一個方法 和第三個方法 都說他出現而已 就不會直接攻擊你 但是這三個傳說裡面 第二個 就是你的腳 就是踩著地板 就是兩隻腳都踩著地板 是直接攻擊你 直接拔你出去 那這個就很恐怖 所以就說 有些人就算靈探 那些人真的不敢試第二個 而說他們試了 第一個和第三個 就說有些傳聞 就說有些人試過 就說試完第一個 就是擺一條鎖匙 在車頂上 就說在這個倒後鏡 看到 即是他不是在車外面的 就說看到他坐在乘客的位置 然後那個人轉著面 就發現他不見了 因為那個傳說 原本的人想著 那個說法應該是 就是倒後鏡 看到他站在外面 但是這個有一種Version的說法 就是有些人試過 有些人試過用第三個方法 就是響三下按 然後說他就會出現 有些人說他真的響完三下按 之後有出現 但是就說他沒有尖叫 是一面走 一面就很傷心 一面就有一個炭氣 這就叫做黑橋鬼新娘的故事 我們說到這裏 不如先休息一會吧 好嗎? 今天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第二節繼續 不久 有兩下按 記輪 själ 有兩下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